有些地方如英國、美國 其實無論是政府或人民 都已經出現很嚴重的抗疫疲勞 以前雖然做得不算徹底 但他已經覺得很辛苦 所以英國政府一等到 打了疫苗的人去到差不多 就急不及待開放 在看影片前 大家記得分享、讚好和訂閱卓劍明家 最重要是按這個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新冠疫情的蔓延 已經差不多年半有多 在香港來說 疫情似乎已經控制得不錯 除了一些個別外來的案例之外 本土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出現 社區性的傳播 我相信如果政府做好他們的工作 一出現確認的疫情 就追蹤他的緊密接觸者 將他們隔離 測試到沒有事先放他出社區 不需要整個香港做的 就是個別小區這樣去追蹤 去隔離 已經足以令到病毒在香港無力 壓足之地 這套方法其實都是在中國內地學回來的 現在事實證明有效 但是西方國家不想行這套方法 他們覺得這樣對個人的自由限制太多 即使有做都做得不徹底 香港最初做的做過手環 手環設計得不好都被人批評一輪 但是我認識一些朋友在外國 基本上他們是沒有手環 亦都沒有說去酒店隔離 大部分有甚麼事回家休息 他有沒有隔離都沒有人監察住他 所以他們是相對鬆的 相對鬆 最初人們當然覺得好過緊 自己的自由度多些 但是很多城市一旦惡化 他們最終都要實施禁足令封城 譬如澳洲、紐西蘭 如果人民執行得嚴格一點 效果會好一點 但是我看有些地方 好像英國、美國 其實無論政府或人民 都已經出現很嚴重的抗疫疲勞 以前雖然做得不算徹底 他已經覺得很辛苦 所以英國政府一等到 要打了疫苗的人去到差不多 就急不及待開放 不再要求有社交距離 不戴口罩也行 去唱歌、吃飯、夜總會各樣開放 英國人是很開心的 將那天叫自由日出去狂歡慶祝 不過每天感染的人數 其實英國現在都 一萬多二萬人 有些人只有三、四萬人都有 所以影響是很大的 不過他們覺得打了疫苗之後 起碼重症就少了 死亡率低了 他們認為這樣跟流感不差太多 所以可以選擇跟病毒共存 寧願有一些人病 少少人死都好過經濟無法恢復正常 所以採取了這種方式 我自己看不止英國會這樣做 美國或者歐洲一些國家 都在等疫苗的接種去到 例如一半以上七成 最好是七成 但是現在事實證明 打了疫苗對Delta病毒 都是效用有限 以色列說試過差不多 有效率只有四成不到 即六成多人都還會中招 我相信在這樣的情況下 疫情就不是出現 好像沙士一樣在地球消失 而是在地球各處繼續蔓延 在西方國家死亡率低些 在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 可能死亡率就會高些 因為即使西方打了疫苗之後 我相信都不是短期內足以將它 疫苗的生產力供應到全世界都搞定 我相信兩三年時間下限地 即是如果世界大下部份地方 都還有疫情流行 而世界又開放 或者經濟的利益全面開放的話 我相信疫情會在世上蔓延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香港可能會面對一個壓力 如果西方開放 他們與病毒共存 只不過是有部份人可能因而死亡 但數目不多 他便當他平時肺炎又死 感冒又死 癌病又死 當他經常出現死亡的一種病例就算了 香港如果繼續堅持要保持社交距離 要密切接觸人群比較多的行業 要受限制 我們經濟恢復的速度就會跟不上外國 我們是否有新加坡與病毒共存 早些開放呢 不開放對經濟不利 開放就會將這些病毒很容易傳上大陸 我相信中國正在爭取清零 爭取病毒沒有機會在中國的土地上 有生存的空間想走這條路 但世界不走 中國也不可以跟世界完全斷絕關係 所以自己清零也沒有用 時不時又可能有些輸入的個案 一個不小心好像今次南京的個案 不是及時難得住 那些人又透過去旅行 去到張家界一個旅行團 然後散到全國各地都有 會經常遇到這些 一遇到這些 你便採取強制措施 又會影響經濟 變成兩種不同的政策下 中國也可能要付出代價 我不知道將來會怎樣做 眼前中國第三世界 很多未有疫苗 我相信他的政策不想走這套字 但是當過了一段時間 大部份國家都行與病毒共存的政策之後 中國都被迫要考慮 但是我相信他會等 一個就是中國自己的人民 大部份中了疫苗 而其他第三世界的情況 中疫苗的人都比較多的時候才會開放 我自己估計 病毒與世界共存的機會 會出現的情況是大 除非甚麼會改變呢 除非真的出現了一種極之厲害的病毒 傳播又快 殺人又多 那時候西方可能便要走回頭 走中國這種方式 一有個案即刻便要追蹤 即刻便要隔離 要很徹底地做 才令到病毒無法在地球蠟燭 即是兩種情況 一種就是疫苗很有用 用疫苗搞電 一種就是病毒很厲害 用疫苗都搞不電 唯有用隔離追蹤的方式去消滅它 看看世界怎樣發展 現在我都看不到究竟是哪一種的機會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 影片